学童双眼视差大,小心头晕近视飙升跟着来 有眼科医师门诊观察发现 近年来双眼不等视的学生有增多的现象 当两眼近视度数相差200度以上 双眼视觉焦点不易融合,立体感不好 导致视觉不平衡,容易头晕 也较无法忍受有框眼镜的视差 进而影响到生活与习惯 双眼近视的差别大部分都是原因不明 那有很大部分的话是因为坐姿不良 例如说握笔的姿势不正确 然后他测一个头 然后或者是看书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坐在书桌上面 的话就是造成一个眼睛度数比较深 一个眼睛度数比较浅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显天的 通常视差过大的话 在于视差在200度以内的时候 大部分不太会有太大的不适感 那小朋友的表现的话 通常因为大部分都是两个眼睛一起看 他也不知道就是他有两个眼睛是不一样的 除非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那如果呢发现了视差过大的话呢 例如说呢超过200度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的话 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会立体感比较不好 但是他这种立体感的话呢 并不是小朋友能够明确的去表达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呢 人类呢是双眼视觉 所以立体感是需要两个眼睛的影像融合在一起 他才能够有立体感 所以大家如果遮一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立体感不好 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达到你想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立体感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到学习 或者是一些很精密的东西 所以我们建议那个家长的话 如果发现小朋友视差过大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予以矫正 严敏方医师建议 如果孩童双眼视差大 必须及时矫正 可以使用扇童剂或角膜塑形片 趁年轻赶紧矫正 同时调整用眼习惯 长包眼睛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